平农东港的陈妈妈因为女儿从小得异味性皮肤炎 开始学做手工香皂 花了六年自行研发用天然蔬果发酵液做成的手工皂 让敏感肌不用再担心 陈妈妈的手工皂没有华丽的外表 没有浓郁的香气 但温和的保湿效果可以好好保护皮肤 这全是来自对女儿的爱 当初为了怕女儿的敏感性皮肤受到伤害 陈妈妈从本草钢木中挑选像白萝卜 苦瓜丝瓜水等天然的蔬果和多种草本植物 经过全年自然发酵萃取之一 代替一般作造使用的水 在换季或干冷的冬天使用都能够拥有好肤质 到现在我觉得我发觉的坚持是对的 用这些蔬果下去发酵 它有一些很天然的果酸跟果胶 所以对皮肤很温和 天然的最后 陈妈妈刚开始是把天然材料用果汁机来打过 绿掉渣渣给孩子做SPA泡澡 研发六年甚至名媛贵妇内服外服的独门秘方 用上了 还保留丰富的果胶甘油 成为天然美容圣品 皮肤患者很喜欢使用 然后蚊子叮咬的话可以止氧消灶 因为用了天然纯净蔬果 手工皂不只有清洁作用 还能够保护敏感肌肤 让更多敏感肌患者也能够安心使用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